寒天沈腾综艺爆笑名唱面 刚慌完狠话的沈叔叔 下一秒立马被打脸 放心风哥 水再也不会在我这露出一滴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水再也不会在我这露出一滴 再也不会 沈叔叔抢光小童帽子这段 小茶看一遍笑一遍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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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节目中贾琳只用一句话 沈腾密码惊险 嗯 什么 干嘛呢小胖 快快票房超过你了 快快票房超过你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能叫醒藤哥的就只有票房了 现场表演踢破 没想到真的破了 踢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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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展藤上一秒还在追着卑鄙 下一秒 这摔的可不清啊 综艺上贾玲说怀了沈腾的孩子 沈叔叔却反驳道 我怀了我们的孩子 这不是好消息吗 我们放这个音乐 快摸摸我们的孩子 既然已经到了月份 为什么不生下来 说什么呢 这孩子刚发现缓十天 十天 对 生下来不就在三百万斤 沈腾为了不玩游戏耍赖玲却说 我郑重地宣布一下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髋关节积水 说那么多干啥你快来啊 我的最权威的医生都让我敬仰 哥我就想看你逆天而行 果然还是灵界恋汉 沈腾说自己内向时 尹正是这样回答的 尹正 你说实话 我是不是一个偏内向的人 不是 我很少说话 对吧 腾哥 你要偏内向 我就是个哑巴 尹正 一个游戏而已 我们接下来还要见面呢 无所谓 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永异的小泉收盆就翻了